我要繼續問市長就是說呢 剛才佩君議員問到莊仁祥的智商的問題喔 剛才我們的這個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陳時中 他說呢 人不是只有智商 市長 他說人不是只有智商啊 你們要不要來智商比一比 你智商157嘛 你說莊仁祥大概70嘛 你覺得陳時中又是多少咧 他說 人不是只有智商 好啦好啦 我要忍耐 你要忍耐 為什麼要忍耐 不是啦 我不可以講出我心裡面講的話 你心裡面講的話怎麼了嗎 是很難聽還是怎麼樣 沒有辦法在我們衣揮上面呈現出來 我看你笑得這麼開心 感覺呢 有話想說 幹嘛要壓抑自己呢 不行不行 人不是只有智商 這也是今天的標題名言 這個晚上Coin節目一定是這樣 人不是只有智商 實在是 這標題 這標題 新聞標題 他也批評你喔 他說你這樣是在污名化別人 意思是說你污名莊仁祥 污名莊仁祥這樣子不好 他說還有很多人要答AZ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去污名化莊仁祥 市長 你覺得你說的話呢 是在污名化莊仁祥嗎 不是啊 我說齁 其實有時候會做錯事情 你就明講就好了 什麼是因為國際疫苗市場很擠的 所以才買到那個快要夠擠的 如果很擠的話 一上市就馬上就被買走了 怎麼會這樣 做錯就做錯了 講就好了 理由一大堆 這樣你這樣講 我說說你不要以為老百姓智商很低 講那個理由 人家一聽就叫不可 不是那個理由嘛 但你覺得喔 因為市長你也曾經是醫生 我相信你對醫療採購啊 這些還是有一些觀念的 你覺得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會去買到一批貨呢 是我們自購的 已經訂了這麼久 這麼久 這麼久才來 來的時候呢 效期還是沒多久就要過期了 中間到底你覺得是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一定是沒有採購計畫 沒有採購計畫 所以這個一定是沒有採購計畫 因為你看喔 郭台銘要進疫苗 他就很規則 一個禮拜進來多少 他都可以跟你講 我現在買多少錢 什麼時候要進來多少 都可以預告的 中央政府從來不會告訴我們 疫苗什麼時候進來 所以才造成我們打疫苗 為什麼這麼痛苦 一下子多一下子少 一下多一下少 那搞得大家都很累